手机借我 直接蹭别人的伤 开心的与大家自拍 内政部长林又昌清明的作风 吸引大批学生和家长 抢着跟他合照 这里是警察专科学校 专科警员班第四次期毕业典礼 商人部长后短短四个多月 已经六度造访警专的林又昌 除了向辛劳付出的警专教职员 及出席毕业典礼的家长们表示感谢 对于这一千多名警消及海巡胜利军 林又昌也期许要做到校训 及在学校学习到的素养这两件事 未来能成为国家与人民的守护者 成就是真诚 诚恳 诚信 诚心 诚意 更重要的是忠识 其实学校的校信交给各位的是一种 不管是处理事情所谓的处事 或者是面对人生处事的一种态度 我相信这个字未来可以给各位非常非常多的一个注意 不管各位在什么阶级 在什么机关 在什么单位 碰到什么样的困难 在处于什么事情 面对的挫折 或者是面对的挑战 或者是面对的许多可能在执行工作业务上 跟民众的一个落差跟冲突 把这个字拿出来 我相信对于各位 在怎么样处理问题 面对问题的时候 将会非常的有帮助 第二 过去两年 学校教了各位另外一个宝贝 部长认为是叫做素养 素养是什么 学校教给各位的 法治的素养 民主的素养 道德的素养 这三个素养家 是未来各位在担任执法人员的时候 很重要的一个依据跟准则 所以各位的一个能力 其实是建立在这三项素养之上 我相信在学校 教官老师要求的都非常好 期待各位不出校门之后 继续秉持着这样子的一个态度 跟你所学习的这个素养 来在法律的一个基础之上 成为国家跟社会 还有民众生命财产安全的一个守护者 牛昌也希望每名毕业生 今日以井专为荣 明日也能让井专以大家为荣 祝福毕业生们蓬城万里 也呼吁大家一起为警察和台湾加油 记者张琪腾台北报道